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丁卯即友,人生,奎卯 这个人是说他的八字是生强 然后明年他就走了以四大运 这样子他就流通过关了嘛 他可以赚多少钱 各位 很多人总是认为说 生强应该怎样 生弱应该要怎样 其实绝大多数并不会有这一种的特质 这个绝大多数 各位,几乎五成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你假如从五行流通的概念 来去看这种八字的话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 他的一个在丙武的时候 我们用红笔 在丙武大略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排列出来 天干丙丁火 生吉土 克癸水 还ok啦 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那地支 我们会知道 他是什么 卯木 去生 吾火 克生酉金 我们来看 他明年进入乙世 他进入乙世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他的一个天干 一连相生 很漂亮 癸水生 乙木生 丁火生吉土 一连相生 但是他的地支 四生一合 吾 酉金 生酉金 还去克 盲目 也就是说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没有生金 就只有酉金克盲目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可以发现到 他现在的大运 他是有财运的 到了下一柱 没有财运 然后天干一样 原本比丁火 他剩下丁火 然后 要赚钱的食伤 也全部都怎样 偏弱 各位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 他这个运 已经算是 他人生里面财运 算漂亮的一柱 但是 很抱歉 他假如在这个漂亮的一柱 他就只有这样子的话 在下一柱的时候 完完全全 比他现在更差的情况下 他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还在期待 我要比现在更好吗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结果 等到这个运走完了以后 他才知道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其实 他人生最好的财运 其实就是已经做完了 为什么 因为今年庚子的时候 你看 金生水克火 他今年大破财了 他已经在跟你讲了 你接下来的运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你接下来的运 基本上就这样 所以 各位我们会知道就是说 有的时候 你从五行流通的一个状况 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很清楚 不要一直在那边 怎样 身在福中 已经明明是最好了 但是 你却一直还不知道 等到不好运的时候 你还想冲 结果就直接撞毙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财运 他要问财 能赚多少 看你能力吗 就这么简单 能力不足 假设能力都没有调整的话 你现在赚多少 下一个运绝对赚的更少 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假如说你不是做生意的 你不是做生意的 还比较无所谓嘛 看官运嘛 对不对 那官运呢 我们可以知道 官运在这里 那还会维持一个平稳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位置不一样 他们所看的东西不一样 今天我在工作职场 我的收入就是 我的薪水 我直接看官运就好 因为我没工作就没钱 但是我假如是做生意的 那就要真的要以食伤以财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就说 以两柱大运来讲 不管在财运 或者是在食伤运 在以四大运 全部比不上丙与大运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其实 我们就要怎样 开始要去注意 两八姐 我们开始就要去注意 我已经比不上之前 这时候我要开始防守了 不是在那边拼 冲 结果在不对的一个运 最好就是这样而已 结果现在已经不行的时候 再努力的冲 拼 那得到的 的结果 当然就是 不好的一种情况 所以各位 去了解到 八字在给你讲的东西 不是 你什么身强要 要克蟹 身弱要笔印 没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我跟你说过 这种东西 准确你看有没有五成 也就是说 就算他有五成来讲 还有五成是错的 其实基本上跟用猜的 没有两样 也就是说你假如透过了这一种 五行的一种分析的时候 你就会去清楚了解到 同样是火进来会怎样 同样是土进来会是怎样 你都会发现到 都是不一样的状况 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就会知道 没有什么 财多身弱要笔印 都一样 都看排列组合 财不行就是不行 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才会真正的去 领悟到这一些东西 而不会在错误的时间 做出错误的决定 当然 就是错误的结果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 我们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